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多知 昨天台湖有点开高走低 今天好像又有点开低走高 大盘树是不是在整理 整理过程我说过 中小型的个股 当然有表现的机会 因为盘多方结构 类股轮动轮涨 指数不动的过程 这两个礼拜哪一档股票最标 哪一档股票 当然是香港 从我10月13号 买进以来到今天为止 高低点超过100块钱了 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看我情目 应该很过瘾 任何一个时间价位 你有买香港的 到今天为止你贪钱 因为股价今天来到 历史的新高价 一档股票 为什么可以如此的一个延续 它的一个走势 因为基本面实在太棒了 所以整个康控的一个架构 吃到苹果的订单 让它的业绩不断的升温 9月印收创下利益新高 跟去年比较成长100%的业绩 股价形态突破 我当然敢买 看得懂 一档股票要冲出去的吗 所以10月13号的康控 形态突破 现买就现赚了 它有没有冲出去 从10月13号到今年为止 它真的冲了 我的分析很客观 我不喜欢画大饼 所以我们对一档股票的见解 我盘中怎么带会员的 我电视当中我就怎么分析 所以10月13号康控 就买在2 3 4.5 市价买 保证一定成交 买完之后是不是涨了9% 17号亮灯很漂亮 重点是10月18号 让那黑鸡棒再度的回档 那一天谁会分析康控的好 就是从头面 你再看分析室的节目 你也要比照办理 股票的操作 是一个完整流程性 如果分析室在介绍一档股票 涨当然大家很会讲 去的时候比较好 落的时候是要躲起来 还是把它的一个见解 很务实的告诉电视机的观众 那就是一个输赢的关键 所以我的节目内容 你可以去跟其他的分析师的节目 比较一下 到底哪边有不一样 到底清隆老师 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看一下10月18号的康控 黑鸡棒跌下来 我告诉你 在低阶 当天的一个盘州 所带给汇人的康控 低阶在2 4 3 你很清楚 逢低层阶 一档股票好不容易看到 他要冲出去了吗 既然要冲出去了 回档修正要不要进场 还没有走完之前 任何的低点我带你上车 所以这是你跟我合作的好处 所以2 4 3的康控再度的低阶 18号低阶完之后 隔天拆档亮灯 接下来上礼拜五创新高 我给你结论 一张都没有卖 很清楚吧 高低点已经57块钱了 所以整个康控的一个价值 我不晓得懂没有 你看我节目 你也没有赚得比我们会员还多 我上个礼拜五 对 放假前给你的看法是 一张都还没有卖 这个一个分析 帮助会员多创造 超过一根掌停板的利润 因为礼拜的康控是亮灯 所以我说不卖是对的吗 礼拜又帮会员 再创造出一根掌停板 高低点已经79块钱了 今天康控高低点已经106块钱了 最高329 321卖因为正乖力过大 这时候我今天带领会员 再度安全下车一档机油性的个股 所以整个康控 今天10点13分 正乖力过大 321附近先卖出 10点13分发完讯息之后 你看一下 大概经过20分钟左右 10点30分的康控几块钱 321.5 你自己对时对价 也就是说我发完讯息之后 我帮会员追踪 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交 经过20分钟之后 股价321.5 是不是算价成交了 保证一定卖得掉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那有没有卖对吗 尾盘杀下来剩300 这通讯息 如果你有10张的实力 价差21万 因为我是卖在321 尾盘收在300 今天当然是开高走低 你现在收完盘来看 高点卖是对的 但是盘中呢 盘中你有没有得到 一个正确的资讯吗 我卖在321 今天最高是329 就是因为冲高 没办法亮灯 获利性的卖压出来 正乖率过大 我告诉委員321就卖了 这是我动作 所以不要寄望说 股票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今天最高是329 我卖321 离高点差了8块钱 相对论的概念的一个模式 就是相对低档我会带你买 相对高档我会带你拔档 这就是一个完整流程性 从低档买的康控 这一次再来回顾一下 10月13号买在234.5的 到今天321卖 这样一买一买 86块半的一个利润 第二笔单是243低阶的 到今天321卖 这样一买一卖是78块钱 所以这个报酬率相当惊人 盘不动 你会很沮丧吗 你买到对的标的 是非常快乐 因为那个相比较之下 你会觉得你选的股票 是非常的一个名门正派 你选的股票 市场上认同度很高 所以表现比大盘精彩 对吧 不然不听当地的股票 高低点是差了100块钱 你会觉得 拨 高低点是什么关系 没有嘛 选对股票是你目前多方式的结构 要掌握住的一个重点 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已经正式展开了 务必跟紧一点 所以你看一下 清朗老师的节目相当精彩 我怎么带进怎么带出的 我再度展现我的一个实力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其他的一个节目当中 你会看到分析师告诉你 他介绍股票 什么家会带会卖吗 他有秀出会员的抗讯 来跟你对时对价吗 他们做得到吗 应该很少人做得到像我如此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 所以分析师不是每天天花乱坠 把大涨涨以外的股票拿出来介绍而已 那去的时候都是赢得的 落到的时候都不见中心 你认为这是你股票操作的完整性吗 有买就要有卖嘛 股票操作一买你卖决定你输赢嘛 就是这样子 高低点106块钱的抗扣 我今天拔档正乖以过大 我没有赚到106 你刚才看到的 对 低接两笔单 到今天的321的卖点 1比186块半 1比178块钱 这就是我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场抗扣从三月份操作以来 我们帮会创造累积财务早就超过一倍了 每一趟的操作 有买 当然也有卖 来回顾一下 3月24号 当然的框档92块钱嘛 要走喷出段 冲高低趟53% 138有没有帮你卖 5月26号打到117之声进了 要买嘛 7月19号 来到215再卖 之前的一个四波段的操作 单力计算就138%了 负力计算就222%了 8月份还有这一段 那11月份就这一段 所以我们就是对于康控的一个基本面 了解得很深入 所以每一趟的一个操作 都帮会累积相当可观的财富 希望同朋友 我们这边的一个见解 对你未来资产的累积是有帮助的 需要帮忙的地方不要客气 因为康控卖完了资金 我们买哪一档基欧股 买智琴 今天11点01分 智琴 你只要看我节目超过一年的老同学 你应该知道这张股票 也是我们尊荣会能核心持股之一 康控当然也是 只说智琴 升级股 好久没有动了 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碰它了 今天为什么要把智琴 做接回买进的动作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这根量了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形态 是一个底部了 风险系数相当低 加上升级股的一个架构 好久没有动了 对不对 这个形态是不是突破 升级股的指数 既然升级股动了 买 买最强的 所以整个智琴 为什么看好它 以仗来新耀 已经获得欧美亚三州的认证授权 打底完成形态又突破 175买 4943康控卖出资金转买智琴 11点01分告诉会员的 对啊 经过两分钟 10103分股价174.5 你记对时对价 175之情一定买得到 这是我们对会员资金的运用 10点13分告诉会员康控卖 34分穿价成交 穿价成交之后 11点01分告诉会员 康控卖出资金转买智琴 以仗来新要啊 对 欧美亚三州的认证授权 同样你知道 智琴生产的这一款 仪障来新药 它每季的权力金 是高达1620块钱的美金 相当5万块的新台币 也就是说你打一季 智琴这个仪障来的新药 这个药物一铁一剂 就要5万块钱的台币 所以这几乎是富贵人才能办法生的病 因为一个疗程 大概就要花好几百万的台币 所以整个智琴的一个架构 今天看到形态突破 现买现工涨停量出来了 买在175 175买完之后 盘中有个亮灯 买在这边 175一定有办法成交 11.01分 发完讯息之后 这边都在175 盘中亮灯 尾盘179 所以你看到我们 对会员持股的一个照顾 真的是不再化效 我们给会员持股 党数大概三党左右 我讲了好几遍 我一定会卖掉旧的 我才会尽心的 恭喜会员转换持股成功 没有错吧 康托卖出资金就转买资金 尊荣会员的核心持股 老同学 新朋友很清楚 所以我们对待会员态度 什么态度 亲爱的老师懂得感恩 讲一斤 我的行人一斗 该如何创造多头行情 最漂亮的绩效 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真的被人客气 客气你真的贪不住 是不是 昨天的中美青 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一次的形态突破 买 二次形态突破 加 对不对 我说好不容易 整一个中美金的一个支撑 越定越高 我昨天我们跟你预告 如果今天中美金 回党下来站在哪方 这真的是你求到的 如果中美金 二次的平台突破 它是往上冲的 没有低点让你买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一个中美金 就如同我昨天的预告 跌站在买方 逢低沉接 他当然还没有走完 就像昨天的联军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还不想卖吗 昨天联军黑鸡棒 涨还是点 我告诉你不想卖 赚一股本 本一比十倍的联军 今天股价表现 有没有涨两块钱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对一档具有非常 基本面架构的 波段式的个股 你不要用短线来操作 没有 股票真的要让你做不起 这档股票联军 8月28号跌站在买方 赚你股本 8月28号逢低沉接在104.5 9月26号大盘15 跌到10257 最恐慌性的一个时刻 联军支撑已经跌高了 我告诉卫元 本一比任偏低 任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108还可以买联军 刚说10257 沙身隆隆 联军的股价 已经支撑越电越高了 一档股票如果支撑越电越高 大盘重挫买 29号告诉你 红黑棒了嘛 你给我时间我给你破断 我讲了好几遍 10月3号再度的提醒你 破断操作不出 那个礼拜至少讲两次不出 讲完之后 20号有没有拉出中昌红 之前是逢低沉接 20号看到新天亮 攻击亮出来了 直接试驾加码 20号的联军 带亮表态了 试驾再买 买在116.5的加码单 这是操盘的节奏 如果联军一直没有亮出来 那就逢低沉接就可以了 20号有带亮 攻击亮出来了 该来破断行情还是会来 116.5再加码 加码完之后亮灯 盘重最高122 所以整个联军的一个架构 很精彩 对 昨天 他涨了一点 昨天联军 不想卖 这个结论 对还是错 看今天股价表现 你就知道了 所以未来一个多方式的结构 轮动轮涨的一个盘面 如何把握住第十季中小型机构股 让你创造财务的机会 希望你跟紧庆劳这个脚步 谢谢大家 再会到前面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好想 二 有目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巴菲特 巴菲特 成功同步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促加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功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功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成功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集中会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白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带手 受用无穷 利用不打入回村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解决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远雄左岸 五万七千平 水岸智慧灶阵 远雄左岸桥 串联一千三百公顷 河滨美景 超越二十二座大岸森林公园 全球第一 台湾唯一 远雄左岸 欢迎大家今天现场 光徐云建的相关个股 他们互相在轮动轮涨 这是盘面多方性的结构 所以踩对节奏 你真的有赚不完的利润 但是你如果踩错节奏 你真的抓苦招臂 所以这场星巨科 我在10月17号 告诉委员 引进秋泰对大陆布局长线看好 股价在打底 你看看星巨科 股价是不是打底 这个就一个中线角度 这叫左脚 这叫右脚 大左脚 大右脚 那长线来看 为什么礼拜二可以买星巨科 为什么可以买 这是一个长线的支撑位置 长线的底部位置 所以买在礼拜二这个位置 相当不错 10月17号 当天46.9买进 收盘的话 45.6 还有稍微压回 压回之后没关系 震荡一下 三天转折就向上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会不会看到未来 看我怎么带你会布局的 所以整个星巨科 礼拜二46.9就买了 买了之后 有没有亮灯 10月20号亮灯涨停 对 接下来 礼拜又涨了9.2% 今天星巨科 谈中大涨半根停板以上了 为什么开高走低 连涨三天的个股 短线上当然自己不要去乱追高 就像昨天的一个万论 涨了三天对 涨了三天 如果昨天你自己去买万论的 今天你没有什么好处 这我常提醒你一个操盘的一个没干嘛 第一个时间来跟我卡位 你的风险比较低 但如果你自己去胡乱去追高我的股票 那个风险你要自我承担 所以今天一个星巨科 因为涨的第三天 开高走低很正常 会有获利性的卖压出来 但如果你跟我买在10月17号 低档 这20几%利润 你就很容易掌握住 是不是 所以经济科今天稍微停滞一下下 换哪一档光学元件的干领股票 起来了 换哪一档 换联翼光 对 这档股票 我们什么时候介绍给投票的 在10月16号 10月16号这档股票 就叫涨鱼光 我说要会低接 连续三根红给爆 配息一块二的涨鱼光 代表他有赚钱 所以才有办法配息 他的一个垂直整合 让他的业绩层面 会不停的往上整纹 这是我看好他的原因 所以我做股票 一定有基本面的一个架构存在 也有技术分析 要买进的原因 绝对不是凭感觉 所以整年一档当时候 虽然有盖起来 但至少庆佳老师 有给你看他的完整K线 有给你看他的基本面 以及操作建议 10月16号的年一档 收盘51.9 要会低接吗 在昨天23号 我还告诉我们的会员 11点25分 联鱼光 配息一块二 三大股东涵盖光学圆建的一个龙头 包括大力光 玉金光跟金国光 金国光是做毛胚玻璃的 上游 大力光 玉金光是做镜头的 中游 联鱼光本身是下游 所以他的一个垂直整合 相当的成功 这我看到他业绩的一个理由 所以昨天的一个联鱼光 11点25分 50.3附近买 经过两分钟 股价几块钱还在50.3 你对时对价 昨天联鱼光我还在买 我不是没有跟你预告 这张股票 我在11月16号就跟你讲过了 林一光要会低接 对 配息一块二 垂直整合 对不对 讯息有没有跟会员交代 三大股东涵盖光学镜头 对 大力光 玉金光 金国光 都是林一光的股东 所以有利他垂直整合 所以昨天的林一光 50.3我还在买 买来今天会大涨将近7% 对 昨天还说49.8 那买在50.3的 今天有没有大赚 我问你呀 什么低风险的操作 我们的一个操作建议 相当有深度 一档股票如果发动了 该进场就进场 进场完之后 如果破断的行情还没有结束 压回我就带你上车 再度的加码 买进加码 转波段 是目前多投行情 你要掌握住的一个操板节奏 所以今天的一个 玉金光 你怎么看 我先给你一个结论 今天玉金光回测大量低点 站在买方 我是为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9月11号的玉金光 537卖 卖完之后打下来 差了100多块钱 我会低接出手 9月20号393买回玉金光 9月25号395低接 9月29号三者 9月二再低接 来到10月3号最高427 每笔单都赚钱吗 当然我不是10月3号427卖 我是在10月6号的415买 因为亮人一直不出 所以415我就拔挡了 拔挡完之后的玉金光 10月17号打到369 差了快50块钱 有没有卖差很多 好不好 当天出现什么利空 玉金光传言说被客户退货 公司派表示没有被退货 所以出货一切正常的玉金光 这当然是假利空 遇到假利空不要乱杀滴 18号的玉金光 我说特定买盘开始滴阶了 这21000多张的成交量 我说绝对不是散户进去买的 当天我说过 融资有已经递减了 果不其然 当天融资递减了将近900张 所以我们的分析很客观 很准确 所以对于当天的一个特定买盘 开始低接的玉金光 你当然不要乱砍 对 该接回我自然会接回 当天做对做错 差了38块钱 10月18号 我们告诉你 特定的大户买盘开始低接 对 遇到利空 散户不敢进场 谁在进场 有实力的买盘会进场 所以整个玉金光 今天回撤 这根大量低点 站在买盘 之前8月份 这根大量 有没有创造波段行情 所以今天玉金光 10点14分 我就告诉我们 357买进 当时的价位就在357 今天玉金光357一定成交 为什么 买完之后盘中一度拉高 但是这边 杀到348 尾盘又拉高到363 你跟我低接在357的 今天一样会赚钱 所以未来的行情 你有看到盘不动的情况之下 其他个股跟着不动吗 不是的 多方性的一个结构 类股 轮动 轮涨 指数不动 中小型的机油股 当然有绝对的表现空间 今天康控 两笔单 各创造了加近 七八十块钱的利润 所以还有一档 营收创下的利液新高 年参照率高达53%的机油股 10月18号我告诉你 当他回撤这一条支撑 低接码 逢低沉接完之后 19号隔天 他涨了两块钱 左边资产个股 又涨了两块钱 今天资产股票 又涨了一块钱 未来的波段利润 秦老师负责帮你掌握 还有任何问题 需要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跟我们现在要注意 走联系跟洽谈 秦老师尽力帮你创造 波段倍速利润出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 飞机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应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谈刺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新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2752-5868 2752-5868 尘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